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萨尔大叔为您带来的 DOT2职业选手第一视角加全英雄攻略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亚托洛的第一视角 7.35B更新了以后 到现在为止好几天过去了 一直没有做第一视角 因为实在是找不着素材 7.35整个版本 它和7.35B这个版本变化略大 就是7.35它把7.34后期的那几个强势的英雄 挨个的削一遍 然后加强了很多东西 加强了很多很厉害的东西出来 然后7.35B又把原本很厉害的这些东西 又削成了比7.35被削弱的那些英雄和道具 更弱的一个存在 变得更弱的一个存在 所以有些版本 我们可以遇到有些部分特别好玩的版本 什么叫特别好玩的版本 就是所有的英雄都很厉害 你玩哪个英雄你都能玩的很爽 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好玩的版本 但是7.35B的明显不是这样的一个版本 它是通过把所有的人变得一样的弱 变得大家都很弱 然后变成这样的一个版本 它倒是也平衡 对吧 就真的 它就倒是也平衡 就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大家都很烂 所以大家就会变成一个比烂的一个情况 那么不管那么多 我们关于这个版本 我就轻微的吐槽这么一小点 咱们就不说太多了 因为影响大家玩游戏的心情 我们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来 这场比赛亚特勒是拿了一个克林克兹 为什么给大家做他的克林克兹 因为亚特勒自己最近这段时间 他也不知道怎么能赢比赛了 最近这段时间 他能赢比赛赢的概率贼低 胜率奇低 看一下这波第一波 队友这边是一个屠夫 屠夫来爆他 这里扔一个油上去 然后一剑 两剑 第二剑 这个人头没有拿到 风行跟对手的蚂蚁一换一了 这里再给上一个油 队友一个波 再给一个勾 漂亮 屠夫的这个勾子勾的相当不错 那么前排提示 这样比赛这个屠夫 确实是玩的不错 非常的不错 而且亚特勒的这个克林克兹 我估计应该是很久没玩过了 前期的一个对线 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拉 可以说 就是有很多的操作呢 不能说差 但是呢 就是你明显能感觉到 就有些声色 你比如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 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扔这个油 你知道吗 就很奇怪 然后呢 这个玩意儿关键是 他本身造成的这个额外伤害吧 其实很低 你知道吗 就他刚才想用这个油 去补这个刀 我是能理解的 但是这个油的伤害 真的非常的低 而且这个油还有单道 然后他弹道呢 也不算很快 所以就是你能看得出来 亚特勒对于这个克林克兹 这个英雄的使用 你看这又漏到了 又漏到了 就是 你感觉完全不像是亚特勒在打 但是啊 但是 这个什么叫做顶级强者 顶级强者 就是在一场比赛当中 你可以肉眼可见的 他的成长 他那个成长的速度快到惊人 比如这一波的野怪 你看克林克兹 打这波野怪 其实他打的是很吃力的 而且他也没有说 我去想办法 那大家知道 克林克兹的这个吃兵啊 一级他是吃五级的 吃四级的只能野怪 而这个狼 这个头狼 正好是五级的一个怪 所以呢 他第一波这个怪打起来 是非常非常吃力的 然后呢 这边这个兵线 你看他回到线上以后 这个兵线就剩一个兵了 这个对线 其实这场比赛开局 打的是非常难受的 对方是双远程 你看这又漏刀了 又漏刀了 就你看他这个兑线 真的感觉不像是 托洛在兑线 然后就这个补刀 就离谱啊 非常离谱 又被对方反补一个 看看这个补刀 这个刀还行 这个刀补刀了 当然还是那句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兑线期 逐渐的慢慢的 你会看到 托洛他的这个手感增长的 这个速度 提高的这个速度 这个一刀 铺上油 用这个油的伤害 加上火箭的一个 铺垫伤害 还是补不到这个刀 然后这块想反补自己的 这些烈焰大军 也反补不到 这个开局和游戏的中后期 你感觉就好像是换人了 就打的一半 然后这个旁边 亚波罗一脚 把他表弟踹开 打的什么玩意儿 我来 就那种感觉 然后比赛来 可以看到这个开局的兑线期 你要说这个开局的兑线期 有什么技巧可以学习呢 那就是 就是很多操作不要学 很多操作不要学 克林克兹这个英雄 因为他本身的攻击力 确实是比较低的那一档 大家可以看到 克林克兹在一个 携带两个树枝的情况下 二级啊 一个携带两个树枝 攻击力居然只有56了 这个树枝其实 已经低得离谱 这块铺一个油 对方的这个蚂蚁 这波蚂蚁有点拖大了 这波蚂蚁有点拖大了 他有点 这个说实话 有点看不起 克林克兹了 因为克林克兹这个英雄 他虽然说 这个英雄他的 注意一下 刚才这一波 他能吃这个松果 是因为他升级了 因为升级了 然后二级的这个 死亡契约就可以去吃五级怪了 我刚才说到哪来着 克林克兹这个英雄 虽然前期的补刀 确实是比较拉 但如果他和英雄 去对A的话 还可以 他的这个燃油 焦油炸弹的 额外伤害一件是15 这个伤害不算低 而且死亡契约这个玩意儿 可以给他去提供一个续航的一个能力 所以前期你在打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 可能你会发现 他的补刀真的很拉 但是他的这个爆发 你看这个时候 他的手感就出来了 这边直接吃掉远程兵 就肉眼可见的 你看他这个等级到了三级四级以后 这个亚托洛把自己的手感找回来了 这个刀虽然没补刀 但是至少没有让对方反补 然后这个地方又是铺油 然后进行一个电刀的一个操作 可以这个手感已经起来了 有些观众可能会 哦漂亮的这一勾 这一勾非常的nice 那么但是没有蓝 没有蓝有点尴尬 但是A能A死吗 可以漂亮 这边是攒到了极限 正好蓝量够的情况下 然后直接给了一口 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燃油 这一个燃油上去以后 对方的剧毒术士被击杀掉 那么亚托洛的这个克林克兹 就可以在下路的这个线上 站的比较舒服了 这张比赛确实啊 图服表现的非常nice 刚才这个铺油 也是利用自己的平A 然后再加上燃油的这个弹道 几乎是同时覆盖到了 对方的远程兵 成功的补到了这一个刀 这个 就是亚托洛这种顶尖的职业选手 就是在一场比赛 这种 就是所谓的游戏天赋 真的是所谓的游戏天赋 大家别看他的克林克兹 这块是一个银 白色的一个白银标啊 这个东西我估计是以前练的 因为近期其实很久没有见过 亚托洛用这个克林克兹了 而且这场比赛 从开局的那个对线的操作 也是肉眼可见的 就是有点僵硬 这个地方 两个人配合出现了一点点的失误 其实克林克兹已经是尽量站在原地 没有动 然后让图夫去出勾了 但是可能还是碰上体积的问题啊 图夫这个位置 没有能够去勾到对手 然后正好点到了克林克兹身上 这块克林克兹直接是利用吃兵吃一个 然后呢 图夫也是非常机智啊 刚才在 拉完野怪以后回到线上 直接用自己的肉体顶住这个兵线 把兵线顶在一个防御塔外面的范围 好让克林克兹方便补刀 这个酱油啊 这种酱油队友确实 真的好 真的好 那这样比赛来可以看到 开局打了五分五十多秒 马上六分钟了 克林克兹的这个装备呢 夹腿 然后夹着一个细带 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的是猎鹰战刃 克林克兹出猎鹰战刃 无脑出就行 这个装备对于克林克兹来说 就是一丁点毛病都没有 这块一个瓶 哎 nice 这个补刀手感一下就起来了 而且加上高等级的契约之后啊 这个扫契约之后 克林克兹是可以比较舒服的 去进行这个大野的一个收割工作 很低成本的 就可以去清理掉一波大野 而且该给的钱一分不少 这个是克林克兹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他跟那种 有些这个招野怪的那种人不太一样 跟招野怪那种还是不太一样 这块克林克兹呢 下面吃一个怪 然后上边勾一拨野 自己的打钱的节奏一下就起来了 这些东西是基本功 这些跟你这个英雄的熟练度 没有什么关系 这些东西就是作为一个顶级的一号位 他的一些基本功了 多打多练就OK了 你看扑油 然后一剑 你看这个手感回来了 手感回来了 而且对于兵线 补刀的血量的一个判断 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了 应该说 这个时候对方的剧毒术是这个蛇伴啊 肉眼可见的等级不会高 因为他前期什么技能都有 那这个蛇伴呢 他等级就定到头 他现在有二级了不定了 这块小骷髅被对方两剑打掉 但是克林克兹往上追 拿火箭射几下 直接把对方的剧毒术 是点掉了三分之一多的血量 这波打完了以后呢 克林克兹现在下路仗着两个人头 两个助攻 再加上已经补上来的一个补刀数 现在经济呢 是排在全场第一 而且领先的有一个身位 但是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顶级的一号位 你可以 待会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 作为一个全世界最顶尖的一号位 他对于不同的英雄 打法节奏部的一个理解 这个差距真的是特别的大 而且他能够去同时适应不同的大哥位 不同节奏的大哥位 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我跟大家说近期 这个亚投了用的最多的英雄啊 或者说他胜率最高的英雄 一个是虚空 一个是跃棋 然后再加上这场比赛 克林克兹这是他刚刚重新拿出来开始练的 这三个英雄代表着三个完全不一样的比赛节奏 真的是一丁点都不搭搭这三个英雄的节奏 这边一个燃油漂亮 一个超远距离的三级燃油 直接把这个刀补掉 然后呢这边已经升到了七级啊 有一级的大招 屠夫这里一个勾勾中 nice 非常的精准 由于对方这个人呢 在克林克兹的输出面前其实是顶不住的 因此这一波克林克兹杀得非常舒服 而且刚才屠夫好像有关腐烂去让人头的一个操作 好像是有 我刚才看到这个对方的这个剧毒只剩一丝血了 如果屠夫不关腐烂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屠夫的人头 但是这个人头最后落到了克林克兹身上 现在克林克兹升到七级 下一个装备就是暗灭啊 玩克林克兹这个英雄就是一个核心啊 一个核心就是减甲 别的都是瞎掰 就减甲是真的 这边九分钟过来再控一个疗伤莲花 然后直接把疗伤莲花给他吃掉 这里左侧对方的这个剧毒树是直接一个游上去 突破咬住两剑三剑四剑啊 直接带走 最后这个人头呢是被风情打到了 克林克兹现在已经5200的境界数据来到了三杀零死三助攻 对方的这个蚂蚁啊 这里一个燃油扔上去射两件对方的防御打 自己的队友其实这场比赛打的是比较崩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除了克林克兹的经纪以外 三号位我现在都不知道是谁 这场比赛的三号位我都不知道是谁 几方的三号位按理说啊 按理说应该是这个马格纳斯 但是马格纳斯的经纪现在只有2500 这下路我们看对方的剧毒树式 已经是被屠夫加上克林克兹给打爆了 但是转眼一看队友的这个马格纳斯 甚至不如对方的老陈这个经纪 而且快要被队友四号位的一个风情追上了 哦对方的这个蚂蚁 哦蚂蚁这拨没了 祝福咬住直接送走对方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是这场比赛大家注意这个风行也很逗 风行发现上路这个地方确实打不过 就是我再上路也打不过 对方这个老陈家水人的二人组实在是太猛了 就我在我也打不过 所以呢就我就干脆就不去了啊 我就不去了 我就在这个 这边克林克兹都上来 对方这是一个主力位的小精灵 直接大招过来 两轮合机秒掉 再转身 瞄着对方的这个 呃呦你还想跑 剧毒术师 直接一个燃油丢到脸上 送走对方的剧毒 那这一波也特了来到 第一波的支援啊 第一波的支援 直接是拿了一个双杀 人都说现在来到了 五杀灵死 其次助攻 哦风行刚才这个捆捆的双票了 直接是一个捆捆住了对方的老陈啊 利用远程兵捆到老陈 远程兵还是一个什么单位啊 然后再配合旁边的光法 完成了对于对手老陈的一个击杀 克林克兹在这波打完了以后 他的暗灭就到手了 那么接下来 这场游戏的时间线 就会发生一些的变化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啊这暗灭的克林克兹 对吧 11分钟拿到暗灭的克林克兹 到底有多吓人 大家记住游戏时间啊 11分钟零几秒 他拿到的暗灭 然后这里第一个倒霉蛋 就是你 完成击杀 再打掉他的野怪 然后把他的野怪全部收了 把这个中立野怪也全部收了 好 这个暗灭的第一层有了 过来找一下自己的队友光法 光法也是心灵神会 直接一口插个拉魔法 顶到了克林克兹身上 方便克林克兹搓下一个螺旋丸 现在队友的水 对方的这个水人直接兜到后面 那么克林克兹兜一圈过来 看一下对手水人的位置 哎没有看到人 哎这里好像看到一个小鸡 好像看到一个小鸡 果然一剑两剑 哎美滋滋直接带走对方的小鸡 这样的话拿着单刀配件和欢欣之刃的 小鸡没了 这里又看到了你的一个小剧毒 直接三轮合鸡 一个人由三轮合鸡配合自己的大招 秒掉对手 怎么个意思 你们好像还不服气 水人直接被光法一个大波顶死 对方的小精灵支援到了正面战场 能不能救下来 我漂亮 对手这边谁的一个长盾 可是太旗帜了 光法一个非常漂亮的大波 加上一个智王智光 把对方顶回来 这里还有一个老陈 风行一根穿云剑 直接送走对手 这一波双方的团队监 事实上两边的团队 对经济攻守之势 逆 这边直接是逆转过来了 再看对方的这个小宝贝蛋 还是你 三轮合鸡直接送走 又是击杀掉了对方的剧毒数是一次 游戏时间12分48秒 现在克林克兹已经来到了9500经济 13分钟就要奔着1万经济去了 这个开局兑现补刀 非常像一个萌新的克林克兹 在13分钟的时候 他的经济已经快要上万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11分钟拿到的这一个捆 捆之后 直接一轮合击 两轮合击 漂亮 直接两轮合击 加上队友的一波技能输出 又秒掉对方的水人 在11分钟拿到暗灭之后 现在游戏时间13分20秒 这个暗灭已经14层了 而且他13分钟经济上万 这个13分钟经济上万 固然和亚头露的一个对线的基本功 以及他对于这个英雄的快速适应 极快速的战场调整能力 有分不开的关系 好 这里又看到了对方主力位的 这个小精灵 这个小精灵其实前期给 亚头露他们这边造成很大的威胁 这块他在蹲 他在蹲 他知道对方肯定要回来 那你回来就别怪 我不客气了 提前在这里蹲不埋伏好 风险一根穿剑拿到了小精灵的人头 没有拿到的人头不要紧 反正我击杀你的这些英雄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太复杂的事情 什么叫顶级爆发 这边直接大招到时间了 将射大招到时间了 无所谓 对方这人有点多 赶紧一张TP溜 这一波就凸显了 作为一个顶级C的一个嗅觉 和极快的反应 他几乎是在零点几秒 小零点几秒之内的时间里面 就判断出来了 这一波我打不过 而且对方的人可能会很多 然后立刻选择了一张TP 成功的撤退 这波撤退回去 现在暂时的能数是 九杀零死八助攻 那么看一下对方支援过来 我先杀你个小精灵 得罪了方丈 还想跑 直接秒掉 然后转身两轮合击 带走对方的这个蚂蚁 蚂蚁这波也是没办法 没办法 小精灵跟着他俩人一块过来 结果没想到 克林克兹提前TP回家 结果开始大招 快速返回了战场 这边再兜到对方家的野区 老陈在这拉观察者 那你就别回去了 直接点死 再把你拉的观察者给你关了 这个眼睛没关上 走早了一点点 15分钟 克林克兹的警戒 已经来到了11000 而且他的暗灭层数 现在已经来到了22层 暗灭以前的极限层数 是25层 现在是提高了一点 提高到了30层 提高到30层 这里又看到对方 剧毒术师的蛇伴都过来 一轮 两轮 三轮 直接秒掉 这个开直接是给上燃油 然后开扫射 再加上这个合击 再加上自己这个 骷髅弓箭手的一个合击 送走对方 打完这波以后 现在人都数来到了29比10 克林克兹单人经纪 已经来到了12000块 马上12杀零死 九助攻 这里呢 因为现在已经拥有了 二级的大招 再加上一个死亡契约 清兵的话 其实已经不太需要 自己本体打太长时间了 非常非常快的 可以清理掉 在做完了暗灭之后 因为这场比赛 他实在是太有钱了 16分钟 12000经纪 暗灭加上林肯 而且这个经纪 他还真的不是靠补导补出来的 他在11分钟拿到暗灭以后 他的补刀 我当时看了一下 他从11分钟到16分钟 一共只补了20刀 5分钟的时间里面 作为一个一号位 他一共只补了20刀 但是他的经济 增长了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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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离谱 而且在他拿到暗灭之前 团队经济其实一直是落后的 他的个人经济 领先对手的幅度 也非常的小 起方的马格达斯 经济一直是非常崩的一个状态 跟对手老 还不如对方的老陈 但是你看现在马格达斯的经济 就追上了 因为对方的人已经出不来了 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克林克兹 压在起方的这个高地上 恨不得是 这波图夫被击杀 看一下这波克林克兹赶到战场 对方提前撒粉 那我就不藏着了 直接出来配合马格达斯大招 秒掉你的水仁 秒了这波以后 拆一下高台上面 对方的这些眼啊 什么蛇伴啊 这里再开一个隐身 兜一圈出来 那么队友这边给加个buff呗 给加一个buff呗 兽力量来一个 不给不给算了 无所谓 影响不大 可能在CD 下一个装备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克林克兹他准备出的装备 是冰眼 准备做的是这个冰眼 比较尴尬的是 因为现在大勋章这个玩意 不能给对手去释放了 所以像以前克林克兹 可以选择去出大勋章的 这个做法呢 就不划算了 因此现在克林克兹的核心出装 一般是两个思路 一个是暗灭 暗灭仍然是用暗灭减甲 然后呢 就往后转 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转血迹这种方向的 然后一个是转这个 纯物理爆发的 就是暴击 暴击 你看这边秒人秒就左快 聊完了以后呢 再吃一下自己的这个 死亡契约 用死亡契约去吃一下 这个骷髅弓箭手 吃一下这个烈焰之君 吃一下这里 再吃一个 然后队友把兵线推一下 对方的水人现在下路发育 对方的小精灵则是在上路 那个区域呢 在打野 蚂蚁则是也在打野 顺便吐槽一下 就是现在这个刀台啊 这个开挂的情况有点多 这个确实是有点多 我最近给大家找素材的时候 经常能看见开挂的 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是开挂的 尤其是那种多操英雄 什么地捕师啊 什么类似的这种英雄 开挂的情况确实有点多 还是希望能够去有一个更好的 良好的这个游戏环定 好吧 看一下对方的小精灵 小精灵 小精灵 小精灵的这个位置 6秒 5秒 捆一下 一轮爆发 雷基云爆发 这边能不能秒掉 漂亮 克林克兹一个爆发还是高啊 其实这个是已经算是 他的出装比较保守了 如果克林克兹这场比赛 他的出装再浪一点的话 就是不去做这个林肯 他先去做一个爆发的装备 输出的装备的话 那刚才这波的秒杀 应该会快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呢 在已经有秒人能力的情况下 压制住对手 哦对了 忘了忘了说了 这样比赛11分钟 克林克兹拿到了暗灭 在19分钟的时候 克林克兹暗灭就已经30层了 也就是说 他用了8分钟的时间 把自己的暗灭从0到满 30层满了 这边过来 一轮 两轮 三轮 再加一根穿云剑 那这块对方的剧毒术士呢 是被打成了一个死血 逃生回家 但是旁边站着的老陈 似乎已经是放弃抵抗了 对方的水人还在外面去刷钱 这套比赛应该是被这个克林克兹给打疯了 打穿了 完全打穿了 那么这里稍微加点速 让他快速的把这个基地拆掉 那这套比赛就可以结束了 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对方这么早就放弃了 是不是太早了 其实还好 因为现在就是肉眼可见的 他们已经有好长时间被压在自己家的高地出不去了 现在而且这个游戏会越来越出不了家门 因为对方克林克兹的输出会越来越高 然后对方在家上有一个马格纳斯 待会给他家上授予力量以后 这个东西更打过 因此现在对方再继续坚持的意义其实不太大 你看克林克兹里都不理你 就在这拆基地 根本就不理你 你随便输出我 我就拆基地直接就把对方基地给硬掰了 好那么这套比赛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计分版 这套比赛就是在游戏的11分钟之前和11分钟之后 大家能肉眼可见的完全是两个游戏 克林克兹这套比赛打了2万2的输出 然后除此之外呢 最高的是对手的光发打了1万5 其他的最多最多就是风行能达到克林克兹的一半 对方没有任何人的伤害上半 然后克林克兹一个人打了2万多的输出 17杀 灵死 9助攻 如果从补刀数来看的话 这样比赛克林克兹的补刀其实不算高 讲道理的时候不算高 因为大家可以看对方的水人 在局势这么崩的情况下 对方有一个166刀的水人和154刀的小精灵 而克林克兹只补了165刀 这165刀里边 我在12分钟左右都看的时候 好像克林克兹身上是110刀左右 还是120刀左右 然后呢 再过后面这么长的时间 他一共就只补了40左右的兵 然后上下的全是靠游走和抓对方英雄产生的一个经济 然后如果从双方的团队经济看的话 其实更加的明显 那么双方的团队经济在11分钟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大概是11到12分钟之间的一个位置 在这个之前一直是对手的经济领先的 如果是玩家财人总和的话 在10分钟左右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10分钟到11分钟的时候 这个时候克林克兹领先对方水人并不多 但是呢 玩家物品之力 我们可以看到克林克兹在11分04秒 就是合成了他的暗灭 然后在这之后 双方的团队经济的变化 就是一条 恨不得是一条直线 直直直直直直直的就直 这个天徽帮就去了 玩家财产的总和会更加的明显 在11分04秒左右 这个时间克林克兹拿了暗灭以后 你看他这个经济增长的速度 以及对方大哥位的经济增长速度 对方的大哥经济 有一段时间是完全被拉平的 这段时间是完全被拉平的 而克林克兹的这个经济增长 他疯了一样 最终这辆比赛 克林克兹拿到了一个13分钟经济上万 然后20分钟的时候 经济好像是2万 20分钟是2万5还是多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辆比赛一共是21分钟 克林克兹是16655的经济 差不多就是1万5 20分钟1万5的一个经济 非常非常离谱 不过 这个虽然啊 这辆比赛啊 拖了很厉害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一键三连支持一发 另外就是亚托勒最近的胜率非常低 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他在7.35B刚更新的时候 他的胜率只有40% 这两天努力了半天 把自己的胜率拉到了45% 46%左右的样子 但是能赢比赛的英雄非常的少 现在这个版本 一号位能够有比较稍微靠谱一点 胜率的英雄 只有虚空 尤其只有虚空一个人 然后最多再算上一个熊战士 但是熊战士出场的次数比较少 所以不是太有说服力 现在可能又要进入到一个 用其他的英雄来打一号位的一个版本了 包括但不限于像 风行啊 丽娜这一类的英雄 现在又开始活跃在这个顶分局的一号位了 大家如果想去上分的话 想学习的话 想看看这些英雄怎么去打一号位 那么点个赞 投个币 2000个硬币 咱们尽快给大家找下一期的素材 我是三号大叔 咱们下期节目见 萌萌蛋 小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